这世界从来不完美 才需要你来陪 心中别放太多期待 才不害怕遗憾 4月23号跑南在湖州展开第二次录制 最新路透已经在网上曝光 周深参加奔跑吧节目第二轮录制后 居然打起了白色的雨伞 他们这是要干嘛 周深奔跑吧湖州站录制花絮 今日出现小可爱开工咯 你看他多会玩 在哪都不闲着 也是很会照顾人的小绅士 不清楚奔跑吧节目 接下来有怎样的精彩节目 只是感觉众多艺人打伞之后的场面 太壮观了 都说节目在创新 内容在改变 艺人也带来了新鲜感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奔跑吧节目 正在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呢 感谢观众带来新鲜感 世界从来不完美 另外周深又有新歌降落了 周深演唱的这首彼岸花终于上线了 而且可以说是突然掉落的惊喜 心心念念的彼岸花终于上线 周深又一首抚慰心灵的歌曲 好听 周深所演唱的歌曲 仿佛就有一种魔力 一个字就能让人有画面感 一个字就能让人沉醉 这就是天籁之音的魅力所在 这首歌由丁一峰老师作词 许浩柯老师担任编曲和制作人 可以说是强强联合 古运契乐悠扬婉转 搭配周深空灵深情的歌声 歌声充满了无限的意境美 描绘出三世情缘的纠葛与不舍 作为电视剧《问天路》的主题曲 非常的贴合剧情 传说彼岸花是一种很神奇的存在 花开一千年 花落一千年 花叶永不相见 真的有点悲伤 周深用别句一格的嗓音 唱出了那种凄美 那种无奈与挣扎 听着歌仿佛做了一场梦 梦中如见故人 彼岸花看似绚烂 听则悲然 嘶吼怅然 此生无法触及 只有彼此无尽的思念 听完周深这首新歌 也是感触颇深 每个人这一生总会错过很多的人 人生就是这样 有无奈 有不舍 所有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 就像聚在一起的生米们 都因为人间小百灵的存在 大家之所以喜欢周深 是因为她的歌声中 有一种极致的美 是源于她对音乐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是因为她在唱歌领域 已经如此强悍的人 还能把综艺感点满 摇滚 鼓风 二次元 美声 细腔 流行 这个宝在男孩身上 有太多的可能性 她的歌曲不仅好听 而且非常的高产 时不时会带来 突如其来的惊喜 原来生活的温柔 就是最爱的家人 就在身边 最好听的音乐 常驻人心 愿美味生米 都能够被岁月温柔以待 你喜欢周深这首 姗姗来迟的新歌吗 音乐先来 音乐音乐 这个在喷气度的时候 它俩可以 交付 走半顶 哦 那就八秒 我们要换个位置 然后到了地方收 可以 可以 那这个地方 就是真是在你上高 我明瞒 只相信一次 他不要 让人烈的伤心 我明瞒 你留不到底 请别再说 这 这个 能可以显得我脸很小吗 这是个 我怎么样像个奶奶 啊是吗 哇 哎呦比我想象中要好呗 但我觉得可能要改一下 你好委婉哦 哈哈哈 也 太合适了吧 那我就这个吧 哇 我这 我觉得我这个很好 那这个很合适 希望通过这一次舞台做 闪一下观众 所以我要换衣服 跟你们聊天 不是不是 嘿嘿嘿 我换衣服吧 还要不要换衣服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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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换衣服吗 你换衣服吗 你换衣服还有吗 那不用换衣服就这样 你的麦 那你们一般晃怎么晃啊 同左晃到右吗 晃 像这种给他特写的话 哦 就是这样 有 可以往上 我要把它全部展现出来 对 啊 还是需要力气的 不择了 幸福 我们下期再见